好 我们回来之后呢 就来关注这位大陆前领导人 这个江泽民 他的这个盛大追悼仪式 就在明天早上十点钟 地点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那到时候呢 大陆全国人民要默哀三分钟 一切有汽笛的地方 都要鸣笛三分钟 防空警报也会冥响三分钟 还有很特别 有没有 大陆古会市 在这个时间点 也会暂停交易三分钟 那大陆全境还有驻外使领馆 其他驻外机构 一律是降半期致哀 还有停止所有的公共娱乐活动一天 当然这是大陆独特的政治体制了 一般来讲 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国家 大概很少这样做 那当然12月6号 明天这一天 习近平 李克强等人 也会到北京西郊的机场 来引领向遗体三鞠躬 目送这个灵鹫上灵车 但是智商委员会也公告 不邀请外国政府政党 跟友好人士派代表团 或是代表赴华参加悼念活动 跟这个日本的安倍的那个情况 是很不很不一样 那我先请寒冰谈一下好不好 当然此刻也算是一个 盖棺论定的时刻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大陆的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一些新闻媒体 有一些功过分析报道 台湾的专家 外媒都提出了各式各样的一些功过 当然主要的关于经济的 你说这个功过嘛 功的部分包括关于经济的啦 改善对美关系啊 但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大陆内部啊 包括党政贪腐的问题也被检讨 你怎么看 我觉得江泽民第一个 他96岁才过世 所以其实他也算是想骑授 那这个人寿命就是这样嘛 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要离开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那我我只是很纳闷 因为他们本来我听到 他们是用透明棺木的时候 我也会有什么瞻仰 对这个部分我也有点觉得奇怪 那结果后来他们也没有瞻仰仪式 那干嘛弄透明棺木 我觉得蛮怪 那其实这个时候不举行 这样公开或大规模的 这样的悼念活动 我觉得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很多地方 还正在封控当中 那你正在封控当中 然后结果因为江泽民过世 然后你又举办这样大规模的活动 其实对那一辈封控的民众来说 也说不过去 那既然要防疫 就大家一起防疫嘛 所以也就不用举行什么 太盛大的活动 那外国的这些人 也不用让大家群聚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都是 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个透明棺木 我不知道啦 是不是让这个党内的 比较这个核心的一些同志等等 能够摘扬一档 我觉得可能就让他 比较亲近的人吧 或是一些党内的一些大佬 这样看一下吧 那至于说 有比较阴谋论的说法说 因为当年六四据说 就是因为一个告别式啊 这些东西搞起来的嘛 有人就在那边讲说 会不会这次又来怎么样 讲得跟真的一样 我可能认为这根本想太多 现在情况跟1989年的时候 情况其实差距非常非常大 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是期待 那个白纸运动能够发展 变成那个样子 可是在我看来远远不到 那样的一个程度 那至于说什么党内的内斗 会在这个时候开始 我说真的 江泽民离开权力核心 已经非常久 讲实在话 他后面已经中间隔了温家宝 他们这一代 然后才再轮到习近平这一代 所以我觉得会认为说 这会引发什么直接权力斗争 我个人认为 这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 会不会想太多 很多这个西方媒体 现在都在往这个风向带吗 我觉得西方这些媒体 基本上是希望中国越来越好 这是他们内心的期望 也就是他们在江泽民临前祷告 大家就祷告这件事 希望他越来越乱 可是真的有这么容易乱吗 以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 我倒是不觉得有什么乱 我今天还看到友台 那些绿营的电视台 还在讲说 什么白纸运动芳心慰爱 什么什么 又哪里地方又要起冲突 什么东西 我真的觉得你们 好像觉得中国大陆不乱 你们是很难受 那江泽民当然这个 每一个人都有公有过 都有他做不对的地方 那不可否认的 中国大陆从邓小平的时代 转化到江泽民的时代的时候 他整个经济是开始突飞猛进的 那他也做了很多 坚持住这个经济发展 就往经济方面 不断的前进了这样一个动作 可是请大家不要忘记 江泽民本来不是党的权力核心 他其实是被邓小平看中 因为他当时1989年在上海处置 相关的这些运动的时候 群众运动的时候 他处置的不错 所以呢 邓小平突然之间指定要接棒给他 他本来一直是技术官僚 他是属于工程方面的专业人才 电机工程方面专业人才 所以他其实本来不是在权力中心的 然后他这样过去之后 当然就变成有一些人形容他开创不足 因为他其实并没有跟党内这些派系 有这么深的结合 那你要他做什么大破大力的举动 他恐怕也很难 他能够持续推行改革开放在经济上面的这些东西 也是因为当初邓小平对他大力支持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所处的时代 都会有他所面临到的一些困难 跟他所能够做到的局限的一个范围 我认为人都已经走了 其实再去谈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好 但是我们看到在大陆独特体制之下 在江泽民11月3号辞世之后 大陆的全网平台全部全黑白 有没有看到 包括这个香港的电台行政长官的办公室 网站所有变成黑白色调 这就是这个江泽民著名的大框眼镜 这是他的个人招牌之一 然后你看到大陆社交平台 像微博 小红书等等 APP全部都换成黑白色 淘宝 台湾人也很爱 黑白就黑白到现在 另外还有包括大陆官媒 新华社 人民网 环球网也是一样 所有官网的页面都变成黑白色 还有这个啦 央视当天的士族画面变成黑白色 很多球迷崩溃你知道吗 因为黑白色之后又搞不清楚 哪一对是哪一对 这个对服的颜色看不清楚 所以这个很多的士族迷为之哀嚎 但是当天就是全部变成黑白色 来我们再回到刚刚那张 所以大陆的独特体制之下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葬礼的这个举行 包括他不邀请任何外国政府 的这个来道宴等等 都是大陆的这个独有的体制 那我请这个大千谈一下 其实一般来讲 大家对江泽民的印象 因为他个人特色非常的鲜明 而且他算是大陆领导人当中蛮活泼的一个 他喜欢唱歌啊有没有 他会唱戏啊 然后呢巨大的方形眼镜 肚子大大的高腰裤有没有 那时候这个还有还有一些这个崇拜他的 叫做什么 网友戏称他是蛤蟆精 所以是摩哈文化崇拜他 那这个过程当中2000年 他还用英文批评一位香港的记者张宝华 他讲什么 他说你们媒体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我也替你们召集 你们有一个好比其他西方记者跑得还快 问来问去的问题是什么 too simple 太简单 sometimes not naive 太天真了 他常会落英文 而且据说他精通好几国的语言 对 其实江泽民就像刚才韩明讲 技术官僚出身 所以他当然他在相关的学术基础上 学士的能力上是有一定的水准的 那而且江泽民相对来说 不管是对两岸或者是对国际 都是比较温和和友善的 所以其实在江泽民主政的这一段期间 中国大陆可以得到来自于各方的这个资金 然后可以继续在邓小平定下来的路线上 持续的发展 所以当然江泽民功不可没 看到江泽民走的 其实我心中的感触就只有一句话 就又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了 因为虽然江泽民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 但是你看到这个北京政府最近这段期间 针对江泽民这个辞世 所做的一些追悼的活动 跟一些相关的安排 其实不难看出几个端倪 就当然第一个就是韩冰刚才已经讲过了 你既然是要坚持要动态清零 至少现在还没有放宽的迹象 然后大家都已经这个所谓的境外反华势力 现在已经在不断的这个驱动 所谓的白纸革命了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忽然 这个发动大规模各式各样的 这个纪念悼念活动的话 你等于是自己走回头路 自己打自己的脸 如果这个时候还要进行全民悼念活动的话 那你就不如就开放了 就解封就好了 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个风控优先的情况 这个防疫优先的情况之下 他当然不可能会用太多大型的这个群众运动 那么来纪念他 那但是其实他用了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了 对于江泽民的悼念 就是他动员了大量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然后动用了非常多的人数 然后在这个包含中国大陆 现在北京的高层的几个大头 他们几乎都是全程表情数目 然后带领了大队人马来进行悼念跟追思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请不吝点赞订阅